今天是特別嚴肅 為何呢? 因為訪問的人很特別 那是戴耀廷教授 就是愛與和平的發起人 你身為一個學者 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這個行動 其實有甚麼激發到一個學者 要激進到佔中 是有甚麼深層次的理由 令到你這樣做呢? 是否你如果不這樣做呢? 是否你覺得政治已經走向末路呢? 我自己就研究法治 都二十年以上的時間 在法治的理論裏面 其實我們講的法治 就不只是手法那麼簡單 雖然很多人以為法治就等於手法 但其實法治一個更加高層次的理解 就是法律必須要符合公義的要求 而如果現行制度本身不符合公義的時候 歷史上我們都看到很多人 是採取一些公民抗命的運動 例如甘地、馬丁路德金、孟德拉、昂山素基 也都是他們會在他們制度裏面 他們是透過公民抗民的方式 來實踐和推進法治制度 去到一個實踐公義 所以你說佔領中環 你說激其實也不是真的那麼激 因為我們都一定是不會採取暴力 我們一定是採取一個非暴力的公民抗民的方式 但是我想我們的希望也是香港法律的制度 我們的憲制能夠達到公平公義 就是一個普選的制度 所以這個可以說是一個去實踐公義的一種方法 用我自己的法治理論來說 我們要希望以法達義 即是說透過法律去達到公義的一種方法 可以這麼說 這也是實踐我這麼多年來研究法治的信念 但是你覺得 你不要介意 香港人是比較自私的 你覺得不公義 但是現在很多人就說你們在搞亂香港 那你又怎樣向市民說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對香港整個的法律文化 政治文化一個反思的時候 就是我想我們 沒錯 我都會覺得香港人很多時候都只是看自己 但是我想我們也都要看 就是所謂公共的線 就是整體整個社會 還有也都要看不只是短線 也都要看長線 如果有人說 可能有佔中會影響到一些營商 經濟的環境那樣東西 那我們其實就可以問 一個不民主沒有認受性的政府 對香港的整體的經濟發展 甚至各方面的發展 其實影響更大 那我們其實可能為了一個長遠香港的發展的需要 可能我們需要採取一些 有些人認為較激進的行動 就是公民抗明 但是其實嚴格來說 它不算很激進的行動 那我們去希望能夠促使香港的發展 能夠走向一個更加成熟 更加好的一個方向 但是你們就和平的佔中 看到你們在電視上手牽手 就是馬不還口打不還手 就是用眼睛去挖住人 你覺得是有用嗎 我想公民抗明的行動 最重要的 就都不是在那個具體 比如說佔領街道那些行動裡面 其實公民抗明的最重要的意義 就是那個自我犧牲那樣東西 就是我們在這裡 我其實就預了被人抓 而我們不是為了自己個人的利益 而是為了公共的利益去做這件事 但是我們放上的就是我們自己個人的自由 那如果我們被抓了之後 整個社會是因而被感動了的話 而會是同時時間去支持我們爭取的訴求 那這個才有機會改變到那個制度 但是如果這個社會是沒有反應的 正如你所說 可能很多人 香港人很多都是很自私 就是看著自己的 那幾個一班人傻傻地自己走去犯法 然後被人抓 看他死吧 那其實是真的沒用的 所以其實公民抗命的作用 其實是由一班人 可能是少數的人 他們用他們自己的個人代價來付出來 而是可以說都是駁一鋪的 駁一駁看看整個社會 是不是能夠有一種的認知 是超越個人的利益 而是都可以看到一個公義的訴求 如果是沒有足夠的人的話 那其實會失敗的 那可能要再等另一個時候 等個社會再做一步轉變 但是如果是有的話 那我們就會產生到一種的感召的力量 更多人願意是用一種非暴力的方式 不合作的方式 和這個政府周旋 我想任何的政府 他都不能夠去可以有效管治 如果整個社會和他不合作的話 那我想這個就是公民抗命的力量的根源 不是在於堵路那一刻 而是在於犧牲的那一刻 這個才是真正的公民抗命的力量 我想問你要犧牲到怎樣為之犧牲呢 那我想當然在公民抗命的行動 我們講的是非暴力 我們都不會建議任何人是用他的生命 來作為他那個犧牲的程度 我想只是說 在香港的法律的環境裡面 如果你是堵路的話 那你可能是負上刑責 如果以最近的案例 那就判刑 應該就不用坐牢的 是罰款 那可能罰款幾千元 但是你就會有刑事紀錄 那這個就是我們覺得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可能會付出的代價 用這個代價 如果很多人都肯付這個代價的時候 看一看特區政府 願不願意去 因此去作出任務 但是你看到最近 長毛呢 被人很近距離噴胡椒噴帽呢 那它的濃度多高呢 大家都沒有人知道 那如果到時真的 向著你們這麼近距離噴的時候 你們會作出 我想要做好保護自己的一些事情 就是我們非暴力 就不是說不保護自己的 那我想都有一些經驗的人 都會想到方法 就是如果向你噴 就是可能當時 長毛都沒有預計 會向他噴 那如果我們坐在這裡 都預料了 那我們就 戴好面罩 做好保護措施 你噴就噴 你拉就拉 而且我覺得 我們不會有衝擊行動的 我們就是 坐在這裡 等你拉 那你沒有理由 我坐在這裡你都會噴我 這樣我想全世界看著的時候 都會對這個政府的不公義 更加看得清楚 但是如果他用水炮 都是屬於溫和的 水炮 我想香港出現水炮 就一點都不溫和的了 在香港情況的話 我們坐在這裡 其實你警察來 四個搬 我們一個做得到的 你沒有什麼理由 你要採取這麼大程度的武力 其實特區政府一定要小心想 你以香港的整個法律環境 政治環境 如果你在一幫 非暴力的人的面前 你使用這麼大量的武力 你可能會產生一個很大的反彈 沒有人知道 接下來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 那幫非暴力者 公民抗命者 當然會繼續非暴力 但是你會不會刺激了 另一些人出來 這個我們不想 特區政府應該都不想見 所以我想要他們很小心去 行駛他們的運用武力 我們是不會反抗的 你拘捕我就拘捕我們 我們完全預了給你搬 預了給你告的了 但是如果有些 譬如是某些人心進來 搗亂 萬一的形勢是控制不到 如果真的用到坦克車 你們會怎樣 沒有啊 我一開始說 出坦克車就走了 很快要在這裏拼命的 你出坦克車我就走了 我就回家了 萬一走 你的坦克車走 我想在香港的情況 就未住是這樣 坦克車出現得到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訊息 早就去到佔中了百人那裏 訊息到時會要拼了呢 我想香港不會去到這個地步 這個訊息很快會到 坦克車不是走得那麼快 我們很快就會知道 那就走了 我們在中環 然後一走就走到地鐵站 地鐵站 怎麼走不了 地鐵站 封鎖了呢 我想我們一定可以有機會走到的 而且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這個政府去到這個地步 就算你看到內地的抗爭行動 都未至於出坦克車 六四未出了 我們在講的是二十五年前的事 我想這個我不可以是同樣的事情去看 中國政府改變了 中國的社會改變了 中國政府改變了 中國政府改變了 中國領導人都改變了 我想不是一個同一代的人來的 所以我不會覺得這個可能性很大 但是即使是的話 那些坦克車是哪裡來的 你如果在香港的軍營裏面 要調動出來 其實都很遙遠的 那麼遙遠的話 甚至要在另一邊 深圳境過來的時候 香港人怎麼會不知道 好像已經有坦克車在香港 我想這一點的資料 我們可以再掌握一下 但是我一出動到坦克車 其實我想整個一國兩制都會陷入一個 差不多是徹底毀滅的階段 這個普選和一國兩制 我想對於中國來說 它都要作出一個抉擇 比香港人普選 其實對它來說 未必有一個很大的利害損失 但是你選擇一國兩制 就連特小平這麼多人來所做的事 都破壞了 以習近平現在的權威 它夠不夠膽去做 我想這一點上 我自己當然有不同的判斷 但是我想這些說法 其實都是一種恐嚇的方式 你來到我們就走了 很簡單 你來到我就走了 台灣反復貿 其實表面上好像成功了 但是你佔中 說了兩年都沒有行動 其實不是說你不成功 我也想你跟觀眾交代一下 還有你今次的行動 是不是基於外國才這樣做 反復貿其實他們都不是說 一下子就去進行公民抗命佔領行動 其實他們都經過很長時間 在一個社區裡談 然後就是說去到立法院要去通過那個決定 經過一個不是很符合程序公義的程序 才爆發了那個行動出來 這個是第一件事 他們不是說突然爆出來的事 其實他們都是有一個很長時間的計劃 不過他們的計劃就沒有去準備一個公民抗命行動 其實照我所知 那些學生都沒有很詳細想過 整個佔領行動 之後後續是怎樣 所以那個就會是一個 是一個較為因應當時的處境 而爆發出來的一個 一個爭取公民抗命的運動 但是佔中 我想我們一直都說 那個運動 公民抗命其實只是它的一部分 甚至是最後一部分 也可以這麼說 就是能夠不用公民抗命 才是一個運動成功的地方 這個運動本身是一個爭取民主的運動 它不是單純一個公民抗命的運動 不過它是以公民抗命作為它的最後一著 而透過之前的工作 即是年幾兩年的時間 一路營造那個政治上的壓力 向對方施壓 然後去產生到一個的果效 如果果效夠大的話 連公民抗命都不用 就已經達到了爭取普通的目標 但是如果是不夠的時候 那你就採取公民抗命行動 而之前的工作 其實都是累積更多的資源 包括了市民的接立程度 然後到當公民抗命行動出來的時候 可以引發更大更廣闊的一個支持度 所以其實跟台灣反復貿太陽花運動 不同的地方就是 佔中是一個計劃一步一步去做 我由我初初提出來的建議 大體的時間表是差不多的 我們那時候文章都寫了 總共可能要分四個階段 現在的其實就去到差不多是第二個階段的尾段 然後以6月20日到22日的公民投票 作為一個第二個階段的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裝備的階段 然後就進入談判的階段 你有籌碼才可以和人們談判 以讀意義的投票制 給我們有政治上的籌碼 可以和北京政府、特區政府去談 希望能夠得到一個真正普選的制度 只是說當那個談判失敗的時候 才會進入到公民抗命的部分 我們希望現在所做的事 足以我們在談判的時候 我們已經能夠達到成果 當然這件事是要看下之後的發展 而做所有的事 我相信我們是以香港 主要以香港本身的情況 為我們主要關注點 因為基本法承諾了香港有一個普選 而我們現在其實希望能夠 北京政府履行 對現這個基本法裏面的承諾 那麼這一點上面 外國還是不愛國 就沒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不是說我們這樣做不愛國 也不是因為愛國而做這件事 反而是從一個香港本土的民主運動的角度出發 但是普選那裡 你們沒有一個方案給政府 是跟哪個方案 我們6月20日到22日的投票 就出了一個方案 這個方案也是佔中運動 和過去的民主運動不同的地方 我們去做那個決策 我們就不是由幾個領袖 或者一些政治團體 幾個人坐在一起 然後決定一些東西 然後就叫群眾跟從這樣的做法 而是我們希望能夠由支持者 先有一個深入討論之後 然後作出一些建議 然後再由支持民主普選的市民 參與其中共同去決定 即是出出投票 所以6月20日到22日 那個民間投票 我們在5月6日 我們有三個方案出來 而這三個方案 現在就再給香港市民去投票選 然後選出那個就成為了佔中方案 佔中方案就不是我們幾個人說了就算 而是我們經過一個很嚴密的過程 一步一步的推算出來 那我想問你 5月6日那三個方案的投票結果 你自己會不會滿意 那不是我預見的 或者我認為最理想的結果 但那也是根捉我們程序的決定 而得出來的結果 那這個就是5月6日參與的人 他們自己的所有人一起共同的決定 那我們要尊重 我期望的會是不同類型的方案 都能夠有一些的方案出到來 是在6月2日給選民去投票選的 但最後結果就是全部都是公民提名方案 所以就變成了沒有公民提名 但都可能符合到國際標準的方案 這不是我們最想見的結果 但我們要尊重這個結果 始終這都是由一群佔中支持者所決定的事情 我們要尊重 韓文思潮的方案 它暫時最受歡迎 那有沒有覺得 其實你自己已經成功了 怎樣成功了 因為是你去引起佔中的行動 雖然是韓文思潮的方案最受歡迎 但你有沒有覺得自己也是成功了 我想怎樣定義 在我來說 雖然我自己當然有一些方案的支持 或者是我會較為認同某些方案 但我想在這個階段 我就變成了一個 有點像一個選舉委員會 搞一個平台出來 然後有不同的人 方案倡議者 他們提出的方案 然後再經過一個公開程序決定 如果你能夠成功推動到 一個這樣的程序出來 我一定成功的 無論是哪一個方案贏了 我都能成功 只要投票率高 只要是很多人肯走出來投票 我們已經達到 我們想要達到目標 那個方案本身 可能某些倡議者覺得 希望自己的方案贏 但對我來說 最重要的是 整個程序 是有很多人能夠參與其中 我想問 現在有這麼多人參與 又有這麼多政客參與 有沒有影響到 當初你的原意 有沒有東西要補充 我想在整個過程裏 由原先我一篇文章 然後之後 在去年幾個月期間 由一月文章出來之後 幾個月 跟不同的人去談之後 然後建立一個計劃 然後我們在三月份的 信念書提出來 當時能夠掌握到的情況 我想不可能是 遇見了所有事情 所以在推行 由我們信念書定了出來的計劃 一步步推行的時候 的確有很多事情 是我們未遇見得到的 困難度是超過我們想像的 譬如說 在泛民主派內部之間的分歧 是遠超我們想像的 但是呢 一路推進下去 又不是說 背離了我們原先的計劃 即是我們計劃仍然繼續 一步一步走出來 不過只是說 走到每一個不同的點的時候 我們面對的危機或者困難 是比我們先遇見大 但是又幸好 我們每一次遇到危機的時候 我們總是能夠最後都找到方法 解決到那個危機 又可以繼續走下去 所以這個是 你可以說 不會遇見了所有事情 但是也沒有超出了 違背了我們原先的計劃 現在投票的結果出來了 公民提名的成份是多的 溫和方案 陳太那些全部都出了局 會不會影響到其實支持你 因為初初是你搞的 你支持你的參與者 會不會有點失望 我想在5月6日之後 的確我們見到 在泛民主派內 或者支持民主普選的市民內 對於公民提名 是否必不可笑 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現在的方案 就一定是包含了公民提名 所以最後佔中 就一定是會以 這個公民提名的方案 作為推動方案 但是我們都說了 我們最終目標 其實我們希望能夠達到 一個國際標準的方案 在下半年 我們會爭取的做個工作 就是繼續去推動更多人去明白 這個622贏了那個方案 我想我個人的觀點立場 是不重要的 在整個運動裏面 我們需要推動的就是這個方案 但是其實對於一些所謂 溫和的市民 其實都還有機會去表達他的意向 就是在6月20日 我們還有另一個新家的議題 就是說如果政府的方案不能夠 符合國際標準 立法會應與否決 其實這個也可以說 訂了一條底線出來 政府如果不能夠提出一個 符合國際標準的方案 那就可能會有公民抗命 折兵中華行動 希望能夠有足夠的 無論是支持公民提名 反對公民提名 或者就是說 應該不是說反對公民提名 它不是說一定要有公民提名 這些都是支持民主普選的市民 都有足夠的數量一起走出來投票的時候 我們如果有足夠的壓力給政府 政府提出自己的方案的時候 有可能是一個沒有公民提名 但是符合國際標準的方案 到時我們就會組織第二次的全民投票 在第二次全民投票 再給香港市民再選多一次 現在的想法都會是 將6月12日那個勝出方案 跟政府那個方案做一個對決 就是在那次第二次全民投票 然後就普羅市民 包括了一些所謂溫和的泛民的人 都可以在那個時候 推動他們自己覺得可以接受的方案 所以到時也會大家一起做一個決定 我想我自己一路看回我自己的角色 並不在於我自己對某一個方案的支持 或者是否最後成為被政府採立的方案 而是在於整個過程本身 我能否成功地令到普羅香港市民參與其中 一起做決定 然後得出一個能夠符合到 國際標準的普選特首的選舉辦法 這個如果能夠做到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成功的地方 你今天已經說了七一 你們不會佔中 是 沒錯 如果萬一七一 你知道有些知識分子 或者甚至乎有些某些政黨 它就七一佔中 那你會怎樣 當然任何的團體組織在香港 他們有他們的自主性去決定 他們採取的行動 佔中不是毫領天下 我們沒有事情可以的 我們不能夠叫他們不做的 我們不過可以跟他們解說 如果那些團體是屬於支持民主普選的團體 譬如說在過去整個佔中運動裡面 都跟我們有好合作關係的 譬如學聯 我們等一下會跟他們談一談 究竟你想透過七月一日那個行動 達到什麼目標呢 這個目標跟我們一起共同爭取的 民主普選那個目標 有沒有相符或者有相衝突呢 如果有相衝突的時候 你採取的行動會不會適合呢 會不會考慮用另一個方式去達到呢 我想我們透過溝通去了解 或者有些說服都不頂 但最後我們要尊重每一個團體的獨立自主 而佔中我們自己有自己的行動計劃 我們不會採取佔領行動 當天我們只會用一些行動去表達 我們對爭取普選的決心 這就是我們七月一日會做的事 至於其他團體我們盡量事前溝通 了解明白 看看能不能夠配合得到一齊 盡量可以做到就是 我叫做收放自愈 即是在七月一日的時候 如果七月一日我們能夠收放自愈 要去到但要收也都收到的時候 其實這個反而更有利於 在下一階段和特區政府 北京政府進行談判的時候 是一個很重要的籌碼 有沒有想著和人民力量談一下呢 都有機會和他們談的 但大家暫時都是主要看著 六月二十二號的投票先 而按著六月二十二號的投票來決定 大家的行動是怎樣 但時間都會緊迫的 我想六月二十二號之前或之後 都會有可能有機會和他們談到的 了解一下起碼 你六月二十二號好像聽說 你說希望有十萬人 以上 如果少於十萬我們就要道歉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有的 十萬人 十萬人以上投票應該有的 投票而已 不是叫公民抗名 投票而已 如果沒有你就會向公眾道歉 是的 我們三子都會道歉 都會需要退下來想一想 我們自己在整個民主運動的角色是怎樣的 如果你十萬人如果沒有的話 會不會覺得很對不起你的支持者 是的 真的 因為我們做了那麼長時間 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但是都不能夠在一個投票 電子投票裡面都得到十萬個人參與 其實真的可能反映我們過去所做的事 似乎不是很有效 我想我們真的要為這件事 要道歉和反思 重點就不是我們的未來怎樣 重點是香港的民主運動 還可以怎樣走下去 即是你 要麼的就是走向更激進 要麼的就是放棄 因為公民抗名已經是一個 某程度上都激少少 像你所說的 但是又未去到暴力行動 但是這種方法 似乎不能夠 如果不能夠援起足夠數量的市民支持的時候 可能真的在策略 甚至乎領袖的角色 都可能要有些調整 如果你真的沒有十萬人投票 會不會聯絡激進派 例如蘭花系之類 會不會有這樣的打算 其實你意思是希望多些人出來投票 還是之後 之後 之後要再想 所以我們就需要退休 到時退休之後再想 戴九首 新聞問民主黨退出了嗎 他說在6.22之後 他只是退出真普聯 他不是退出佔中 即是仍然支持佔中 對呀 他們仍然繼續支持佔中 他們只是會退出真普聯 但無論真普聯也好 你們也好 所有參與者也好 其實都是因為你而出來 你的號召力很足夠 但是你覺不覺得 你日後會對政黨有改觀呢 我想在整個歷程裡 整個爭取民主運動 今次裡 其實大家都在學習一些事情 香港的泛民主派裡的政黨 民間團體 或者支持民主普選的市民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樣 大家都在歷程裡去學習一些事情 我們可能要學習一件事 不是一定要自己想那套 一定要是最後成為最終採立那套 我們要學的就是 在一個大原則是相同之下 能不能夠可以擺下自己固有想法 然後嘗試去達成一個最大的共識 我希望一路發展的運動下去 就不單止是泛民主派裡的政黨團體 其實建制派裡的政黨團體 其實都希望能夠 都可以一起去學這件事 然後香港的民主普選 才能夠真的可以生到根 所以你說在未來的政黨 我相信佔中是 無論最後佔中的發展是怎樣 佔中可能結局是 就是真的大家要去佔中 接著就產生很多很多之後的效應 或者可能我們真的按計劃 成功地就是不用佔中 但是爭取到普選 就是兩種的佔中後的境況 其實都會對香港的政黨 帶來一些新的景象 那麼這些新的情況和環境 都會刺激到大家 都是要重新去定位 我想的就是 不是說我去促使他們改變了什麼 而是整個大形勢 配合佔中的一個小形勢之下 其實香港整個政治版圖 我相信在佔中後的會有幾大的轉變 這一點上其實都會 我希望朝向一個好的方向發展 就是說更多的包容 更多的互相的接立 以及達到更大程度的共識 然後讓香港的民主制度 能夠發揮最大的過效 但是我看你就是很公平的人 你連傷殘人士都關心到他們投票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一群 在中國大陸住的老人家 你是不可以載他們一載一載 是啊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這些始終是一個民間團體 我們很有局限的 資源上有局限的 因為老人家可能又不是很適合 未有很習慣用這些電子投票系統 而我們都不難去做境外投票 所以未必照顧到他們 我希望如果特區政府 真是很認真地看待香港市民的意見 其實當它提出方案的時候 由特區政府自己去組織一個 正正式式的公投 我想就可以照顧所有人 嗯 我想問一下教育局長 吳德甸 對不起 說實在是吳克劍 他就對一些老師說 叫學生不要去佔中 但是其實學生 我想大教授知道 是未來的主人翁 如果他學生是對政治冷漠 這個社會就會走向末路 我想問一下大教授 有什麼想跟吳克劍局長說 我想對吳局長來說 我覺得他的講話 大原則是沒有錯的 但是你是不是用這樣的身份 或者這樣的方法去講 因為我自己都不鼓勵未成年的學生 參與公民抗命 但是就不是代表未成年學生 不可以關心公民抗命的事情 即是在香港裏面 如果佔中環真的出現 這個是一個肯定是影響整個 香港社會的事情 而我們現在的學生 我們一直都教他們通識 通識科裏面 就不可以不討論佔中的議題 我想學生們應該要討論 參與最好不好 即是在18歲以下 就算18歲以上的學生 但我其實都不會太鼓勵他們 站在太前線 當然我這樣講 他們未必開心 未必喜歡聽 始終我都是從一個 自己也有小朋友家 一個爸爸的身份講的 這些說話 他們覺得 你講的話我一定要聽嗎 不過是的 現在的年輕人 獨立自主 但我從我的角度 就是 今次的民主運動 其實可以說是 香港一班 都可以說 在香港成長了 好像我自己 只是近50歲 在香港其實都得了很多的益處 我在這裡受教育 也都建立家庭 這個社會都給了我很多東西 所以我想這個 我們今次運動 也跟很多很近似的背景 或者比我年紀還要大一些 就是他們快要接近退休的人士 其實他們都有一些相同的感受 就是我們都能夠在這個社會 裡面得了一些東西 但是我們都會圍到 我們的下一代都想做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都希望今次 如果真的要為香港的 民主公義去付代價 就讓我們這一班 老一些的人去做 讓年輕人就 你不要站到最前線 先讓我們付出代價 先讓我們付出代價 但是我都說 年輕人未必聽我們說 但是我們老一些的人 我們就先敬一下腦 這個運動是一個敬老運動 都應該是 讓老人家先走走 如果書機要走前 你沒理由 你的年輕人站在書機前面 等書機先走去公民抗命 我想我們希望的就是 年輕人 我們都想他們 對他們的前途影響 是比較大些的 我想我們都盡量的 就是說 不要在最前線的位置 等一些相對上 代價成本低些的 有些退休人士 跟我說 有案底有什麼所謂 我都退休路 這樣 其實這個就 可以 能夠 給一班 都在香港 真是剛才所說 得著很多的 想為下一代做些事的 我們先向前 走第一步 由我們先走 年輕人 就不是不關心 要關心 但未必要走 亦都可以支持 但都不用走到最前線的位 但是你看到澳門 和反覆貿 都是年輕人爭取回來的 我想每一個社會 都有它獨特的情況 我想香港相對於台灣和澳門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香港整個公民社會 慢慢發展起來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在八十年代前途問題 出現的時候 才開始慢慢成熟 其實我自己 就是屬於那一代成長的人 那這一代人 就差不多 去到 現在是四五十歲 或者可能接隔六十歲 這班人 這班人其實 仍然都是 心在香港 所以 變了他們 都沒有放棄過 也都沒有 沒有 是去 被 被吸入了 而仍然繼續在爭取民主的運動 裡面 所以相較於台灣和澳門 我想 處境不同 他這一群 這一層的人 可能 就 基於某種原因 是 扮演不了領導角色 變成 在香港的民主運動 我見到仍然都 你看到 那些老人 那些人 其實我都不算太老 四十萬的人 四十萬的人 希望我們繼續 可以為香港做些事 年輕人 我想 在以後 其實大家都需要一起走 我不是排斥年輕人 可能我還是比較家長式的想法 年輕人都不喜歡聽 但是 我們都 整個運動 我們希望都各階層參與 年輕人 中年人都一起參與 希望共同爭取到一個普選目標 其實這個是 你當然已經說過了 這個是不合法的行為 但是 你又想和平佔中 但是 當然 這個世界 跟你不同政見 不同思想的人 一定有很多 那 有些政客又未必和平 那 警方也未必和平 那 有些警員 他也有政治傾向 那如果有流血事件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想和政客 或者有政治背景的警員 或者和同學說聲呢 我想 我們分開兩面看 首先 就是爭取民主普選的 支持民主普選的人 亦都準備進行公民抗命的人 或者參與佔領中華行動的人 那 我希望 我都相信 大部分的 其實都是 會堅守到 非暴力這個原則 但是 我會和那些可能 心裏面想著 你們是非暴力 我到時候 可能會採取暴力 那幫人 我的看法就是 其實從策略上 在香港的處境 非暴力是比暴力更有效的 所以 即使你自己覺得 可能有需要 或者你可能 我都覺得 要用暴力傾向的 其實 如果你的大目標 若那大目標是 爭取民主普選 如果他的大目標 不是的話 我怎麼說都沒有用 但如果他的大目標 是爭取民主普選 希望他能夠 控制一下 少少情緒 符合公民抗命的基本精神 和年輕人都是說同樣的說話 我相信很多年輕人 其實他都是非暴力的精神 是希望達到的 但有時候 可能其實不只是年輕人 有時候有些中年人都很火爆 老年人都很火爆 我也是 到時候 忍不了頸的時候 爆出來 我們就 希望做多些 在事前做多些 培訓的工作 例如情緒管理 等大家去到現場的時候 可以比較容易明白 一個群眾運動裡面的情緒 如何去傳染 這些事情 明白了之後 大家互相可以照顧一下 至於你說警方那邊 其實從運動角度 我不怕他使用暴力 其實一直都說 其實怕他不使用 他一用暴力 整個運動就成功了 因為他一用暴力 其實同情就會轉到我們 就算以前不支持我們 都會變成支持我們 所以就 從運動角度 其實就 有些人 我們裡面也有些人 是不是應該撩 警方的暴力傾向出來呢 我沒有都沒有 其實都應該保護警察 我們自己做到非暴力先 希望他們有緊守非暴力的原則 我給你抬 有些說笑 我們之前自己做一些非暴力訓練 剛才你說的 手工手 有時候我們找一些自己的 義工的辦做警察 抬人 我聽說報紙說 警方都在培訓他的警察 抬人 因為他怕我們七一 可能很多人會公民抗命 所以他就抬人 我說笑 這個不是真的 不如跟警方一起做一次的聯合演習 我們是要被人抬的 你又要學一下怎麼抬人的 我們提供人給你抬 你又提供抬的人 大家一起演習完的時候 到真的要出現公民抗命 就肯定沒有暴力了 有沒有跟警方談過呢 你講笑而已 怎麼會理會 不是的 可以儘管跟警方說 我過了六二之後 有機會看到警方就跟他講一下 不如組織一次 佔中與警方的聯合演習 是啊 我們就找個地方 我們就出來給你抬 你就抬我們 大家合作而已 沒有損失的 我們就學會怎樣被人抬 就不會受到 也不會傷到自己 也不會傷到警察 警察抬人的時候 都知道怎樣去抬人 就最有效 算一下時間 我們出一千人 你算一下時間 什麼時候可以抬走這一千人 如果你發現 要抬一千人 需要幾多個小時 到時你部署行動 大家都方便 其實可能是好事 那我還有一個想問 大教授 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擔心過 將來會令到你的孩子 受打擊呢 我相信我令到香港的制度有信心 香港是一個 仍然我們的法治 是去到一個相當高水平的地方 我們的人權保障 都是相當達到一定程度的 所以我不會太擔心這件事 我會相信香港的制度 如果我不是在香港 我在中國大陸 那我想我也不敢搞佔中 嗯 你覺得香港還有法治 是 香港的法治仍然有一個很高的水平 我們的司法機關 我們的法官 我們的法律界 我想仍然是很堅守到這個法治精神的 就算特區政府裏面 我覺得大部分公務人員 都一樣能夠去堅守這個法治精神 即是法治真是香港的一個核心價值來的 所以在這一點上 我就不是太憂慮 嗯 好 今天很多謝大教授 我希望你最好的法官 GolfEsto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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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兩個 好 對 我們 我們 好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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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